逐漸发展的佛教徒生活方式 传统、文化、信仰、智力和心灵 这些是五种实践佛法的方式 这些方式都是由不同地方的人们所提倡和实践的 这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需求和教育所形成的 他们可以被归纳为以上的五种 传统 传统方面的宗教是我们的祖先根据他们的信仰所流传下来的 因为无知所以他们很多的信仰都建立在恐惧、幻觉和猜疑上 他们的目的不外都是为了寻求保护和身心上的安康 但我们不能把这些传统完全当迷信 有一些传统和习俗是非常有意义的 它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消除恐惧和不安的东西 同时它也能够用来举行有系统的活动以维持我们的人性 自太古以来 一些传统的修持已经和宗教的修持融合为一 那些对正确的佛陀教导不熟悉的人 经常会将传统的修持法 错当成是佛教徒的生活方式 在不同的时候 国家和种族都会形成不同的传统和习俗 因此我们缺不能将自己的传统 当做比别人的更加优秀 我们应该明白佛教并不是静止不变 或者是一种已经由宗教权威定下教条的宗教 它是一种根据潮流和时机所发展出来的生活方式 可视佛陀所教的佛法或者真理是永远不变的 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去分辨佛陀所教导的绝对真理 和可以因情况而做出更改的相对真理 佛陀对传统和习俗所持的态度是 不要在没有思考他们之前 就去接受或者排斥他们 他的劝告是 就是要我们不要去跟随那些无益 又对别人造成伤害的传统习俗 另一方面 如果那些传统和习俗 是充满意义 而又能够利益大家的话 这样我们就可以接受他们 有一些传统是重要的 它能够让我们在奉行宗教庆典上面 特别是在社群中得到精神的激励 和使得我们更加虔诚 如果没有了某些传统修持 佛教本身将会被孤立 而我们对宗教的热成也会减弱 有一些人奉行传统宗教修持 和将他们当成遗产般保存起来 以便用来重整他们的宗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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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声音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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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